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文 在电视剧热爱中饰演马德露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热爱 支持马德露,支持我,谢谢 马德露在剧中呢 是一个创业成瘾的爆发户 说爆发户大家不要介意啊 因为他是一个拆二代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 又有可爱又气人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会再去装一个有钱人 比如说在举止上呀 在那个穿着上 他可能会有一点这样一点的小缺点 我觉得恰恰这样的缺点 才是他可爱的地方吧 其实马德露跟我的本人差距还挺大的 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我要找到我性格当中 可能微微的有一点像符合马德露 这个人的这个性格 然后不停的去扩大他 然后往他去靠 因为他对他跟我的这个人物性格 生活当中的我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 比方起来还挺有难度的这么一个角色 也是我对这个角色有兴趣的原因之一 体会就是 一个演员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 要有他对生活的一种感悟 一种理解 才能去演一个现实题材主义 现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么一个戏 如果你不懂得人情世故 你不懂得人际交往 其实你很难 就是演完这个剧之后 后来他发现就是在婚姻当中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结婚 但是我知道可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其实并不是喜欢爱他的优点 其实往往到最后是 你跟谁结人 你还结病了你啊 可以看每个人怎么看吧 在别人眼里面 他的缺点是比较可恶的 但是可能在你爱的人当中 这个人的缺点就是比较可爱的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我其实我生活当中 我这个人其实还挺闷的 不爱说话 性格也比较内向 所以我挺喜欢活泼一点的女孩 开朗大方一点 然后话多一点的 就是他们很认真 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在那了嘛 老戏骨 不能说人家老吧 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生活阅历在那 所以他把握起这种 尤其是生活当中的戏 生活当中的人物 对他们来说更游刃有余一些 因为我们年轻演员的 生活的阅历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所以说有一些 就包括这句词 还有这句反应 还有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去 去找一下 而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更 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嘛 就更容易一些 就是特别冷 然后特别深刻 因为现场特别的欢乐 而且又是一个喜剧 在现场有的时候 我们年轻演员 当那些老戏骨 贫起来 我们年轻演员都 插不上嘴 然后唯一做的就是 能够在旁边捡乐 结果他们在说话 我们就在旁边笑 还有就是 比较深刻 难忘的是 这部戏的台词 的量特别特别多 有的时候 当你完全投入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说出来那些词 就特别的过瘾 尤其是我跟 于云台老师 有记上戏 就台词量特别多 但是我们俩 在交流上 完全都没有负担 就是可能 两页纸的戏 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拍完了 就是还是 词写的还比较生活 尤其是 宋老师这样的一个剧本 他不允许我们演员 去改台词 一个字都不允许改 所以前期 肯定要下很多的功夫 当把自己的 这种语言逻辑 转化成剧本的语言逻辑之后 演起来就特别特别的过瘾 小时候当警察嘛 每一个男孩子 小时候都有什么一个梦想 但后来 后来当接触到表演之后 接触到电影之后 其实就 他还挺想做一个演员 对 现在可能还了一个梦想 做导演 这个可能 先做演员吧 先做好演员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他可以 发你平常 不敢去发的脾气 然后做一些平常 不敢去做的事 对 还挺多人的吧 但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 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因为我 做演员 从学习到 实践到现在 其实演员就是一个 不停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这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应该可以吧 就是人嘛 要不停地去认识自己 挖掘自己 然后再 再去诠释每一个角色 我觉得就是自己吧 挺想演一个军人 对 还有三国里面的人物 这一直是我 想要理想的梦想吧 现代剧 更喜欢现代剧 因为 现代剧演人嘛 也不能说古装剧它不是人 但是有些古装剧 它里面的人物就比较漫画版 或者是大家的理想的一些人物的形象 但是现实生活不一样 现实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 恰恰演一个这样的人更有挑战 也更不容易 演出来之后也更有成就感 听歌 冲个咖啡喝 就会把手冲咖啡手冲杯带到现场 去喝点咖啡 听听音乐 会带一个小印象 生活中的爱好有足球 还有 就算是一个军迷吧 最近可能去打一打枪 看电影 看书 看小说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一个演员一定要多看小说 小说里面它是一个故事嘛 故事里面它会有人物 而小说里的人物 好的小说里的人物都很饱满 很有张力 而且每一个人去看这么一个人物 都能体会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说演员一定要看小说 期待 做一个好演员嘛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认知 并认可的一个好演员 那就说一句热爱当中的台词吧 我先去透一下 那就是我跟热爱当中 试验我的媳妇的毛毛说的话 这句话就是 你负责幸福 我负责 保证你幸福 大家好 我是怀文 在电视剧热爱当中饰演天使投资人马德露 数年到了 在这里给你拜年啦 祝你们有数不尽的欢乐 数不尽的笑声 新年的快乐